真的如果覺得11月會趕上 我建議韓國瑜不要請假 就辭職啊 你知道我們代職參選 到選前誰辭職 大家都覺得說他一定是有勝算 覺得民調會追上去 你就辭職 第一個 高雄市民也不要去擔心說 到底我們市長什麼時候請假 而且請假三個月 請問請假三個月 一年四分之一時間在請假 那之前十個月其實很多人都覺得 也是在請假 整個高雄市政弄成這樣 我覺得還有臉要請假嗎 所以我覺得乾脆就辭掉 第一個表示說我對民調有信心 我一定會當選總統 第二個 跟高雄市民做交代 不要再去操作高雄市政這一塊了 因為這些東西你如果去高雄走 像我今天到高鐵 我記得這次就說 其實還是很丟臉 幾個月前選他出來 現在又要處理他 所以我感覺說整個高雄的光榮感都沒了 如果高雄的立委 國民黨立委想要救他們選情 韓國瑜真的覺得他11位會贏 真的 我還是從頭到尾已經講了快半年了 辭掉高雄市長 你辭掉高雄市長 搞不好民調會增加 大家會覺得說你真的不帶職參選 你真的對自己的選情有信心 否則我們剛才前面在講說 周錫瑋因為總發言人以後會當什麼 行政院院長 我真的很怕吳敦瑀看了節目以後說 那我在搶立法運幹什麼 我應該去當總發言人啊 吳敦瑀當過行政院長 他去當副手好了 對啊 我的意思是說 這些分官授決 我覺得韓國瑜應該出來罵啦 對不對 真的有庶民的話就出來講說 這些謠言 這些什麼東西都不要再談了 否則大家覺得他勝選不高 然後又覺得他的陣營裡面很亂 第三個 大家已經在分職位了耶 那這個東西 台灣人可以接受嗎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高雄如果真的連署書 已經到這個地步了 我真的勸韓國瑜想一想 如果選書 又選得很難看 高雄人會不會覺得一鼓作氣 真的就是把你罷免掉 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不能這樣看 你看這個民調 這個民調理念 因為孫大謙也有講 說他們會逆轉 會打平 那這個民調 中時民調 我們看 9月底的時候 39.1 24.5 所以 兩個人之間 差13.7% 哎呦 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十月份的時候 突然之間 雄雄大補完 變差距變小了 差了就是說大概 差距現在7% 腳暈掉下來 韓國瑜飛起來 那這樣 照這個進度 11月就打平了 10月 對呀 到這個進度的話 如果要到這個進度的話 我們講打平 民調打平是要很多家民調都做出來 你不能只有一家 慢慢再接近 突破盲腸了 其他家在那邊拉開 好 就是說 其他家就一定是1450 就是說 這個氣氛到底有沒有 我覺得 參與選舉的人 其實都心裡有感覺 我們剛才前面在談的 其實是韓國瑜的整個組織 競選團隊 節奏 其實 像防美這議題 你要不要去 這不是現在在討論的 是早就要決定的 因為人家美國人 也不會空著時間在等你 你要調整的是說 去要見哪些人 僑胞放多少 美國政府放多少 現在不是啊 現在連要不要去 都沒辦法定案的情況之下 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你到底要怎麼追